而说到了政治情势之快速转变 还包括了我们来看看在台北的部分 现在要选台北市长这两位候选人当初不约儿童的 他们宣誓的地点通通都是在台北市非常知名的庙宇保安宫 庙方在当时都亲切的陪在两位候选人的身边 看起来似乎是跟大家都保持等距离的友善 不过现在保安宫自己本身最新出刊的一刊物 叫做大道上面连续两篇文章当中都在痛批好龙兵 没有兑现证件包括了为保安宫设立文化园区 事实上是以保安宫为中心 在这附近设立所谓的大龙洞文化园区 以及保安宫每一年的文化传统 重点的两项表点都没有如当初所答应的 协入列入资产保护名单当中 而这个时候北市府赶快澄清说可能是误会了 因为早就已经把保安宫列在文化资产的保存名单当中 但的确是有一些事情耐人寻味的还包括了 其实就在好龙兵当初在保安宫 逝世之后的隔天 刚好很巧台北市的民政局就发文给保安宫说 他们的绕境活动太过扰民 五渡选战里面的超级热区台北市长的宝座争夺站 一篇说明大道童文化区的设立在马总统担任市长任内已经定调 到了好市长任内反而变成空头支票 第二篇更写到保安宫每年的重头表演 家姓稀罕放火师 莫名从北市府文献会的资产保护名单中除名 两篇跨越报道 炮火全开全冲着好市府而来 对着好龙兵宣布竞选时 保安宫董事长就陪同造势的画面 是不是有一点先领后兵 保安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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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准市府 市府连忙喊冤 说保安宫已经被列为重点文化资产 这部分绝对是一个误会 的确在前任市长任内 是有一个大龙头文化园区 但是在好市长任内 因为我们争取到江东部观光局 一个三亿的预算 只是保安宫和市府恩怨可不止这一桩 好人命在保安宫逝世的隔天 保安宫就这么巧 收到民政局的发文说 绕境活动太扰民 还被绿营议员通骂市府是两面人 殖民政局澄清这并没有针对性 好素事事都选在保安宫 但事后牵扯不断 不同阵营前来保安 恐怕不一定真的能保安 TVS News 周一峰路一璋台北 采访报导